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 不簡單,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歐盈歐盈。 歐盈主要就是做政府的工作。 全世界的建築,就我們兩個大人。 一個就是保安檢察,就是專門防治治安檢察。 一般都有的說是巡警、巡邏檢察。 另外一個就是文策書法檢察。 就是台灣現在是警署檢察。 還有四分類,既然巡邏檢察還有分, 就有高峰檢察、林副的林副檢察。 我們建設定是要我們台灣民間府, 會調動武器的一個部隊。 一般建設的武器都比較輕的, 輕裝武器。 不是像正規軍,正規軍的武器, 大陸。 我們還有包括巡邏警、海巡警塔。 這是我們算盡案的一個警察部隊。 就是專門的那隻招出逃脫。 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廳。 不是海上自衛隊, 是海上保安廳。 那麼, 這個政府, 台灣的庇安, 都需要我們黑衆部隊來維持。 所以要你成功離開、平衆, 你要做對於公民的職務。 那麼, 希望你自己上網去找這些資料。 譬如, 做高峰檢察可能要了解什麼事情。 那麼, 做林副檢察要了解什麼事情。 既然檢察要做什麼事情。 那麼, 基本上我們只要先了解。 不是真的說我們要去執行。 執行, 我們是獨裁的單位。 我們是領導的單位。 我們是指揮。 這個, 檢察的工作, 不是說我們每個人都要去辦。 而是我們抓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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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現在不想聽你的話。 我們有這個給大家看, 我們要比國本政府收下的錢。 我們這樣, 要去安排。 但是你要去安排, 就是至少, 你要知道我們的職務, 有時候我們要做什麼不是黑白跟換 我們要換也要換掉有理由 如果湯民這絕對是換掉 他不要執行你的命令的事 所以大家要了解 臺灣民主委有副劣的這個部隊 是要靠我們大家 那麼我們在做領土的時候 我們一件來要做領土的 我們要自己做領土 要有政 有理左遍天下 左遍天下 所以他們嚇人大家自我充實 因為我們將來 當民進府不必有一支有副劣的部隊 將來要讓大家來領土這個檢察部隊 對 那麼 在美國 或者在日本 他們的檢察 是都給人家尊重 尤其你看日本時代 日本人來台灣 抵禦台灣的事 他是靠建設 在維持台灣的治安 同時 日本人說 日本建設做勞力給我們台灣人 我們爸爸媽媽去台 他們都說 說到日本就是建設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真的做有權威 也讓人尊重 他以前是我們建設 包括關卡 衛星 也是他在管 你的居家環境 衛星也是他在管 水狗不清也他在管 因為水狗不清 會生蟲糖 當時 蟲糖就是一些 病菌的傳播媒體 這是為什麼 台青 關我們 兩八十幾年 台湾的 既然不好 第二 衛星環境也不好 那時候 人的 台青在管的時候 人 平均的 活命 差不多四十幾歲 如果四十幾歲就算 那時候 會有 會有 日本人來管台灣之後 給我們台灣人的 平均的 稅數 會增加十幾歲 這就是 他們的 衛星 有關 日本建設的 打防灌就對了 不說不管 但是它管之後 有理由 管之後有好事 所以讓我們台灣 嚇到這個 法治的社會 同時 台灣人也有 反抗分子 但是如果是反抗 最多的 法治法部 沒有僥倖一個 我 會記住 是 關於二十九天 那時候 聊天廳 那時候 日本在 其實是 切到而已 也關於 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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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像他們 中國 中國兵來後 他們不可以說 無法無憲 所以 中國政府來後 警察 警察打人 都打人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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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打人 要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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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就是在包瘡包獨 要寫起來 幾天都對著 警察在幹什麼 你如果沒有人說包瘡包獨 就包到包 那就是 撥片 撿的時間 我30幾年就 警察的作為就是都在包瘡包獨 都在包各項各項 八大方的都在包瘡包獨 給我們台灣人 看來警察就像說 最好不要跟他們搞瘡 所以 如果你們看到 我們台灣的治安英文的事 希望可以再把 日本警察台人的情勢 再回落回來 那麼 台灣真的台灣的民眾 很需要大家 好 那麼 有關警察的報告 我跟我們說到這裡 我像最近 很熱門的 烏克蘭的克里米亞 這個巨星 我們來做一些探討 這個烏克蘭 這個 這個 看 深色的灰色 他的手套在這裡 那麼 這個是黑海 這裡有一個半島 這個半島是 克里米亞半島 這樣我們才知道 烏克蘭有分 這條K 這條 分 分成 這邊是東烏克蘭 這邊是西烏克蘭 東烏克蘭 包括克里米亞 這裡台北都是俄羅斯裏的 那麼 西烏克蘭這邊 比較偏向歐盟這個 他以前是 波蘭的名堂 還是 因為 健健的關係 中間而已 那麼 這個 黃色的 這個線條 就是俄羅斯這邊 要輸送一些 加速 去 歐洲這邊 一些管道 台北都要經過烏克蘭 你看 這都要經過烏克蘭 所以 烏克蘭 以前 是 蘇聯的時候 他就是 加進蘇聯的聯邦 那麼 在赫魯赫夫的時代 赫魯赫夫在做 蘇聯的 這個 領導人的事 剛才赫魯赫夫是 東烏克蘭才的老 所以 他就把 克里米亞 把 帶到 烏克蘭那裡 好 你看 這個更清楚 這個就在烏克蘭 那邊是俄羅斯 黑咖家 在土耳西 和巴加利 蘇聯 這就是 克里米亞半島 俄羅斯的 黑海艦隊 中旬兩部 就是 柯里米亞 Nicolas 這個曬環保 那麼 這個半島 台本 你看看它的 人種來說 原地以前蒙古大軍 打來到這裡 這個當中是那個 陳吉斯蘭的獎領 原地這裡有很多 達膽的人 但是因為三年那時候 大家三年都把 下放在中亞這邊 它要流放 所以差不多 超過國文集三 都四年 然後 還給他們回來 克里米亞的所在 好 那麼 我們再來看看 克里米亞來做一個看看開場 它已經靠近 差不多兩把 通案 這把他拿這百四十八 它的面積 差不多2.6坪 我平常說 你差不多台灣的三人雞雞 那麼 台北人 人 都俄羅斯人 這樣有百八八 烏克蘭的人 看幾十四百 這個 蒙古的達膽人 有百八八 那麼 最近 他們在辦公道中 已經有百八十九十五 通過了 但是 如果 國際法例來說 這不合國際法例 它怎麼會 我們現在看 這個 可能 有百八十九 他現在 在蘇聯解體的時候 他也在 獨立 出來 那麼 他在 加烏克蘭聯邦 他現在加了 之後 烏克蘭的憲法 施行在這個地方 那麼 你要離開 你要再獨立出來 你要要求 你這個 烏克蘭 要有一個 分離條款 這個法案 有這個法案 你不需要這樣辦公圖 這點也沒有 譬如說 加拿大 他們裡面有一個 法語區 規北客 要辦公道 也沒有合法 因為 加拿大也沒有 提供一個 這個 分離條款 這個法案 規北客 所以 他們的公道也沒有合法 但是 現在 英國的愛爾蘭 英國的保護 他們有 佔一個 領土的分離條款 幫他們 做他們的公圖 法案 如果這樣 他們要公道 這就是合法 第二 克里米亞 沒有合法 就是 裡面 本來就有駐軍 俄羅斯的兵 很多人都在裡面 他不在 直接入侵 原地裡面 就有 俄羅斯的不對 那麼 俄羅斯 在這附近 在辦演習 這就是 有你壓迫 好像 穿著你 把你壓著 叫你去逗票 你敢敢 逗票 所以 他這個逗票 沒辦法 就是說 人民不是在完全 自由意志之下 他是被槍桿子壓著 氣氛下去 去倒 所以 這個合法性也不高 那麼 這個 烏克蘭 也可能 如果他們 用烏克蘭語 做官方語 但是 台灣人 都用俄羅斯語 這個給我見面 就說 他們俄羅斯是 用這個理由 他們 台北人 是俄羅斯語的人 都說俄羅斯語的 所以 他說 他出兵 是要出兵 去克林 是要保 他們俄羅斯語 這裡 說俄語 這裡 俄羅斯語 所以 用這個 要出兵 俄羅斯語 台灣 很慘 現在 30歲 他都用 法語 80 都說中國話 說北京國語 他如果說 為什麼要出兵 說 我要出兵 要來保護 講中國話的 他們的中國語 俄羅斯在出兵 克林彥也一樣 什麼樣的 因為台灣2300萬 你把他靠著 三百萬 這樣才是中國人 春天兩千萬 台灣人 有一半 差不多一千萬 以後六十八年來 國民黨 都說他是 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這樣才是1300萬 這樣 就說 他買這次 不給他的 中國語言 剛才 所以我們現在 要來看我們的語言政策 克林彥 我們第一次 討論論文二 是 美語日語台語 來對比 北京語到 美南各個國家語 美語 我們現在要 至於是我們官方的語言 台語 是我們一般的 平常的 對話 美語 因為我們 美國軍事講 美語 是我們可以 點個第一 語言 就是 那麼這邊 你看 北京語 差不多 台北人 哪裡都會說 美南語 現在差不多 七十八 最少的人會說 克語 這差不多十五八 以上有 你會覺得 這裡有一個美南語 這裡有一個台語 其實我現在在說 這個 就是 閩南語 閩南語 跟台語是不一樣的 政策的台語 是我們高砂族 十四周 包括平武族 十周在說的 克政策的台語 我們現在所說的台語 是 閩南語 那麽 是怎樣 閩南語 會在台語 變成 最多南宮的語言 就是由鄭成功 開始 鄭成功 跟荷蘭人 刮造 鄭成功 他所帶來的 冰到那個 建築 都中閩南地區 所謂閩南 所謂閩南 就是 中國的福建 簡稱閩 福建的南部 就是 鄭州 鑽州 會問這些人 他們所說的 就是閩南 所以他們說的就是閩南 鄭成功 在那邊 照片 賣罵 來港版台灣 都總是 還要去台海 那麼 陳永華 他的軍書 也是閩南人 所以他來的 台南 接到台語言後 陳永華 熄了 空廟 或是全台所學的 就是都在教 閩南的 這個 中國的分子 所以 你覺得想 這樣已經差不多 為定前說來 包括 台青 再來 把 正常說 關照 台青派關完 來台灣 也是把閩南語 動作關完語 就是 究竟 福建原來派關完 來關台灣 或是因為工黨 派關完來關台灣 包括 陶主廟 這裡 陶主廟 這裡都說 客家話 就是這裡 一陣派關完 台北都是 這個 工黨 來的 所以 台語跟 閩南語跟 客語 變成官方語言 他官方語言 有一個優勢 他用 建設 幫你台灣人 要學台語 要學閩南語 還是客家語 主廟台灣人 因為 你如果要 因為那時候要來關台灣 需要有通意 台灣人本來 陶主廟 都說各族 各族的語言 那麼有需要 通意 所以我們台灣的陶主廟 要學閩南話 官方語言 他做通意 官方會 給他更好的台語 還是更好的台語 更好的台語 更好的其他的流態 所以台灣人 主廟 和 外國議員 在閩南話 日本人 日本人 來關五十年 就跟我們 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他們的語言 改變過 你再想 說爸爸媽媽 他們 辦通結 來 大家都說 日記 日記 變成 溝通的 主要的議員 好 說 你把五十年就變 好 現在出來 六十幾年 你看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三十歲 八十年 都用北洋語 來做 溝通的語言 所以 這很恐怖 所以 那麼 我們的語言 政策 要恢復正常人 在意 很可惜 我們的評估 一十幾年 看西拉雅語 救回來 還有 宜蘭的 客馬拉雅語 還有中部 這裡 有一個 八十三 但是這三個議員 可以說 春三的人 要說而已 但是西拉雅語 已經中風 找我 北丘錯 說不清楚 如果 客馬拉雅語 他可以送你 日高 北方 他可以 到位的上手 沒辦法說 你看 那個 並不是職務人 所以緊張 所以 我鼓勵 高砂原住民族 你們這十幾年 還有自己的語言 還沒有被消滅 你們要好好保存你們的語言 不要這樣拼不住 通通 不如是光了 要救都很困難 你們還很有救 日本人來 他只要求你學日語 但是他沒有完全強制性的 來叫你不可以講 你們本來的族語 所以我們要先認清楚 這個台語跟這個閩南語 是不一樣的 這個 除了這個台語以外 其他通通是外國來的語言 我們要有這種認知 那一樣要學外國語言 我們為什麼不學 現在全世界 最多人在當作國際語言的美語 台灣 我們大日本帝國的人民 不缺講日語的人才 我們日本的那些四大島 包括琉球 他們都講日語 所以大日本帝國不缺講日語的人才 大日本帝國很缺講美語的人才 所以我們台灣 民政務將來 要把美語當作我們第一語言 官方語言還是日語 但是 這個國語是我們 日語是我們的國語 但是這個 我們通通可以把它列入平等的 都叫做官方語言 OK 好 那我們國族的認同 我們也要弄清楚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或者大日本國的台灣人 那麼台灣人是包括 蘋果族還有高大 我們來對照 中國人 華人 漢人 躺爛 現在台灣 有一半以上人 自認為是這一組的人 這個是 對我們來講 很危險 你國家認同不清楚的話 你如果拿起武器要對抗 中國的訓練的時候 你會 這一組的人 他會猶豫 如果這一組的人 當然 還有牆內的保家衛國的心 那我們警察部隊 也是 軍隊的後備 我們還是 我現在來講說 美國為什麼 他們的憲法修正案的第一條 第二條 第二修正案第二條 憲法明定 美國的公民 有合法擁有槍支的權利 他可以說是 等於說全民皆兵 如果說 真的有外國入侵的話 他會像以前打 獨立戰爭 美國人跟英國在打仗的時候 他是 教堂 或者是 老百姓那邊有一個鐘 如果英軍來的時候 他就敲鐘 這個村莊 這個裡面的人 就把家裡的武器 就拿出來 就抵抗英軍 他們的民兵組織 也是從這裡開始 他們打獨立戰爭 建國獨立成功以後 他們立這個法 就是要 讓百姓本身之擁有武力 來保家為國 為民 所以這個為什麼 那個學校槍離案 然後他們 美國學校槍離案 很多人士就提案 要廢除擁有槍支 都沒有辦法廢除 為什麼 因為 美國 地大物博 有時候你這個農家 這個農場跟隔壁農場 是好幾十公里 你如果沒有鋪 沒有槍 保護自己 萬一有歹徒來 他是有槍的 那你沒槍的就任憑宰割 所以他們的 立這個憲法 人民公民有合法擁槍的權利 是為了要 第一個 保衛自己 自己家裡 所以你不可以隨便入侵 美國人 你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你隨便入侵 你有可能被槍打死 所以 第二個 他藏兵與民 這些民兵 讓這個老百姓 本身 擁有自衛權 你這個 如果政府 是專制的政府 你用軍隊 要來 鎮壓人民 民兵可以組織 你政府 你如果左偏了 左向專制去 我老百姓 本身 還有最後的武力 就是我把所有的人民 組織成民兵團體 來跟你政府 美國那時候打獨立戰爭 也等於是這個 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你用高壓手段來壓制美國 要抽中稅 那他們抗稅 你就派部隊 要來 強力的要鎮壓 民兵一組織起來 跟你對抗 到後來美國獨立戰爭 獨立成功 所以他這個 人民會有擁有 武器 是有這個歷史嚴言 人民是最後還有一股力量 可以保護自己 我可以 不是因為你政府 有軍隊 有武力 我老百姓本身也有武力 所以 我們今天我們這個 黑熊部隊 將來本身有武力 我們只要 強國對外 保護人民 就像現在 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我們台灣的年輕子弟 其實在那邊 在緩服貌的這些問題 霸佔 去佔領立法院 現在的警察 站在兩難當中 一個要聽中華民國 專制掙錢的 蠻有 可能透過管道 下命令 要鎮壓這些人 可是這些警察 很多都是我們本身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那這些學生 也是我們本土台灣人的子弟 在這兩難之下 這些警察怎麼辦 很難 就讓我講到這個 俄羅斯要解體的時候 也是俄羅斯軍隊 槍我對著來打 可是他們的媽媽 把那小孩子的照片放大 拿在部隊的前面 我要找我的兒子 我希望我的兒子跟著我回家 不要槍我對手 我們自己認定 這讓我想起 228事變 27部隊 他們組織的 也是一個民兵 只有幾個是 雙國日本 太平洋戰爭的洗禮過了 這個回到我們台灣的這些軍人 他領導那些 只有拿步槍的一些學生 在那個要去鋪裡的那個 好像叫烏蘭橋這個地方 跟中國的正位軍 他們是可以說是以一當百 也打了好久 很光榮的 這作戰 雖然到後來 失敗了 但是 為我們台灣人 爭了一口氣 至少我們也曾經拿起武器 跟這個不義的正點抗戰過 所以 所以 將來 我們這些 那個 黑凶部隊 台灣的治安 也需要你們 來包滿 OK 那麼 最終的 國防跟新防 就是忠誠跟判禮 我們去年 4月25號 也發生判禮事件 那 你說你有很多 國防武器 買了那麼多 花那麼多錢 買了那些國防武器 你如果沒有新防 沒有忠誠 不好 就像那個 那個 中國他們蓋的那個萬里長城 花了那麼多的預算 可是 清朝 那個明朝 那個 烏山貴 引清邊入關 他就 你這是什麼山海關 什麼關 都沒有效 你只要去 用錢去收買那些所謂 他就把門打開了 你那個萬里長城 再十萬里也沒效 有個破洞 清兵 引清兵入關 所以明朝就沒有 所以 新防最重要 你要有 替台灣這塊土地 保家回民的那個 不是你有很多好的國防武器 沒有 好 忠誠 最重要 好 那麼我們防衛策略 我們要 聯合美日台 來對抗國民黨跟共產黨 你看 當時國民黨叫我們 要反攻大陸殺豬八毛 結果他們現在是 國共一家親 他們自己稱的國軍 共軍都是中國軍 這確實是 因為他們從 當初的黃埔軍校 蔣介石當校長 周恩來是當教務長 當時候的 那個黃埔軍校的 建設 是 蘇聯提供經費 包括 那時候 訓練的武器 都是 蘇聯提供的 所以裡面 當初就有 那個 孫中山 也是用 農共的政策 讓共產黨 也是在裡面 在中國裡面發展 所以後來他們分散以後 現在國軍 共軍 以前會國共戀戰 等於是黃埔軍校 在打黃埔軍校 周恩來 毛澤東領導的部隊 跟蔣介石領導部隊在打造 好 他們現在已經一家親了 又是黃埔軍校 國軍、共軍 都是中國軍 所以我們是要 聯合美日台 來對抗這個中國軍 我們要認清楚 而且我們 最需要防漢的就是 怕 李英外 我們台灣 要跟這些中國難民 可能是 會跟 對岸那邊的中國軍 李英外 所以 美國很厲害 他打成 叫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 開始開班 收訊以後 第一個 要做的事情 他就 讓我們先通過 通過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先發這個政見 把這個 class 這個分類弄清楚 有TW 這個身份的 本土台灣人 以後才可以 參加台灣的選舉 包括你被選舉 當個候選人 或者去投票 那你如果拿西 中國難民的這個 沒有資格來參選 也不可以當公教人員 只有TW身份的人 才可以當公教人員 所以以後選舉 也沒有難力對抗 以後我們公投 就是有身份 這個TW身份的人 才有資格去參加投票 公投 那沒有難力對抗 以後台灣的事務 通通我們本土台灣人 在決定 不是 現在 這樣子 現在他們 什麼事務都是中國難民 站在我們頭上 所以我們有在台灣民政務裡面的黑熊部隊 要先有這些 我剛剛講的這些概念 好 新加坡的接近 簡單來講 新加坡有一位 具有使命感的強制領導人 就是李光輝 李光耀 我剛才講到那個李光輝是台東 那時候去南洋作戰 已經停戰了 他還在生意裡面 活了二十幾年 李光耀 好 那這個領導人 他就強烈主導新加坡的命運 那我們現在台灣 民政務也有一個 強制領導人叫做 林志生 林志生 他是依照國際法理 因為這國際法理是點空公 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他依據國際法理 不被其他的動搖 他可以當我們台灣民政務的領導人 帶領我們走出台灣的一條道路 那麼新加坡這個總理 他是把英語列為低語言的政策 在新加坡用英語在溝通的人有80% 華語只有65% 這個華語就包括客語 閩南語還有其他中國的這些方面 馬來語17% 而且他遵馬來語為他們的國有 可是他把英語列為低語言 這個會尊稱馬來語為國也是 因為他跟馬來亞接近 以前他是加入馬來亞聯邦 後來退出獨立 那印度湯米爾是出現 所以你看 他把英語列為低語言 真的有兩個好處目的 就是全世界都用做生意 它是一個小島而已 他跟全世界做生意 一定要有國際語言 就是英語 好 那英語又是所有科技 最新的論文都是用英語學的 所以他們用英語當第一語言 可以提升新加坡的這些科技人才和養成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黑熊路 感谢观看